租借U-Bike 前半小時收費5元 已經實施超過半年 儘管營收增加600萬 不過卻少了53萬次租借 民眾找不到車位還車或無車可借 甚至還發生U-Bike站完工 卻沒電可用 無法運運 這邊是學區嘛 然後國小國中就有好幾間 所以這邊晚上還有上下課時間 基本上是租不到車子的 應該說來的時候 基本上可能只會剩一兩台 對 那如果你沒有碰到 可能就要再往前面走 議員提報有24個U-Bike站長 沒車可借和免費時期比較 增幅超過24% 最難借到車的三個站 分別是捷運南京三明站 捷運公館站 以及捷運中山站 不只租用難找車位還車 更是難向嘉南 148個站沒車位增幅 竟然超過476% 最常發生沒車位的三個站 是永吉松信路口巴德市場 以及永樂市場站 尤其是這個南京三明站的 車兩個吧 10到30分鐘 車可借的次數 目前是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到上個月目前即將為1300多次 北市府表示 無車可借次數已經下降 不過民眾找不到車位還車 或沒車可用是事實 北市府方面還是得再注意調度 記得黃家瑋中文有台會報導 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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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